48.银河启程在克服了幕外二上的挑战,和建立了稳固的基地之后, 多分人类和代理者之旅,准备开始他们激动人心的银河旅行。 这一节详细描述,他们为这次历史性旅程所做的准备和启程时刻。 A.精心筹备为了银河旅行的成功,舰队进行了周密的试试。 科学家、工程师和战略规划专家共同制定了详细的计划。 他们优化了飞船的设计,增强了生命支持和维持系统, 升级了导航和通信设计。 B.目标选择与路径规划航行团队,精心选择了银河旅行的目标信息和心情。 每一个目标都是基于科学价值和潜在的可居住性进行挑选。 他们规划了最有效的路径,以利用太空中的自然资源,如星际沉河气体。 C.带领者之余的角色扩展带领者之余,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角色。 他不仅是飞船操作的核心,还负责处理复杂的数据分析,指导行情,甚至参与决策制定过程。 第一,心理和生理适应训练,考虑到长期的太空旅行可能带来的心理和生理压力。 舰队对所有参与成员,进行了全面的适应性训练,这包括模拟太空环境下的生活和工作,以及心理应对策略。 第一,启程前的仪式在舰队启程之前,举行了一场简朴而庄重的仪式。 泽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研究,强调这次旅行对人类探索未知宇宙的重要意义,同时纪念那些为这一目标付出努力的人。 I.与地球的最后联系在启程前,舰队与地球进行了最后一次通信。 这是一个情感充沛的时刻,代表着人类在地球和太空之间的深厚联系。 地球上的人们向舰队表达了祝福和期待。 G.机动人心的启航随着最后的检查完成,舰队缓缓启动了仪器,开始了他们的银河旅行。 随着飞船逐渐离开木维尔,舰队成员们凝视着视窗外践行舰阳的星球,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冲击。 H.首个目标的航向舰队的首个目标,是一个巨性拥有丰富资源的星星。 团队对这个目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,计划在那里进行资源采集,科学研究和可能的外星文明探索。 在旅途中,舰队成员见证了银河系的壮丽景象,从遥远的星云到璀璨的星团。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奇观,不仅美化了他们的旅程,也不断提醒着他们宇宙的广袤与神秘。 J.未来的希望与承诺随着舰队深入银河系,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 这次旅行不仅是对新世界的探索,也是对人类能力的挑战。 在这片茫茫的银河中,舰队成员们承诺将继续探索、学习,并寻找人类在宇宙中的新家人。 这次银河旅行,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时代。 在未来的岁月里,舰队不仅将揭开银河系的秘密,也将为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